我直接黏下面的那個劇透好了 You have to see the four endings 蛤? 有四個結局嗎? 還是加上那個 加上那個全滅結局算四個 對阿對阿加全滅算四個 沒錯沒錯 我剛一下想說奇怪哪來的四個結局 對阿四個 來看一下這一篇解析好了 這一篇阿 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我看一下下面那邊 他們看起來也是很多人有不同的解析方法 對 對阿 他說他的理論是說他有 有什麼就怎麼講 然後看過四個結局 他講出來的理論好了 他說首先第一個 到底女主角是誰 對他說那女主角是誰 然後 根據這個結局來看 他的名字叫做Glodia 那 他是有一些 Dementia 就是他是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問題 Dementia是失意嘛 就是那個Dementia 就是有點失智 對就是那個 腦神經那顆 常常 常常會遇到的 我看到哪裡了 對他是有Dementia 然後會有一些 嗯 怎麼講 是幻覺嗎 有一些瘋狂 對啦 有一些精神病啦 對阿這邊就講說他有 失智跟 跟那個 跟那個精神病 然後 根據他的醫療報告 他說 喔 有有他說醫療報告有寫靠 我看不出來 他說醫療報告是在講說 他有 多重人格 人格解離性症候群 對 但是你必須明白 這個 這個多重人格的問題是寫在 是寫在醫療報告上的 沒有錯 但是他並不代表 這就是一定是真的 他等一下會解釋給你聽 對 那 我們在遊戲中遇到的人 弗雷塔、哈皮跟Lyset 是 Glodia的一部分的人格 除了Angel以外 Angel是假的 Angel是這個 Angel是這個 Strange Boy 就是那個 巴風特所做出來的 弗雷塔代表的是 是他的自私 Glodia代表是他的自傲的一部分 就是當他年輕的時候 力竭呢 代表的是Glodia瘋狂的一部分 那麼 啊對不起 講錯了 弗雷塔是 是Glodia小時候的自私 跟就是 就是那種 那種自以為是的一部分 力竭是他的瘋狂 那麼 Harpen呢 代表他的成熟 跟他的 構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解釋說 Harpen要去對付那個 力竭 是因為Harpen的人格是要去保護 是要去對付 Glodia瘋狂的部分 那你必須注意 那這三個人格其實也都是在Glodia 他人生中照順序出來 小時候的弗雷塔 然後之後的Harpen 然後最後瘋掉的 力竭 那麼到底在遊戲中什麼事發生在他身上呢 如果根據第二個結局 黎明來講 這個女主角可能做了一個夢 或是一個噩夢 那最後他醒來了 當他能夠接受 或者是他解決了他全部的人格 那麼這個就是最後說 代表說他把所有的人格統一起來 那在這個最後的結局裡面 好啦 那麼現在我們來談談看這個 奇怪的巴豐特跟艾莉 艾莉子好了 艾莉子的話她是Glodia的媽媽 那根據她的姓呢 她就是這一切的圓 源頭 對 她就是這一切的源頭 那這個巴豐特呢沒有名字 但是可能是個惡魔 那根據第一本小說你在遊戲中讀到 就是剛剛Epersi所說的 我曾經住在一個小村莊裡面 那我小時候就是辛苦的 就是睡不好覺 做很辛苦的工作 那我一直希望有一個好的未來 那就是可以讓我過得更好 那某一個人呢就出現了 說森林裡面可以召喚出某個東西 那不是人類的東西可以跟他許願 那這邊在遊戲中 也有一個一張畫 那是代表著我們看到了 艾莉子 他接受了 喔他接受了那個 對他是這樣講我知道 可是他 我是在翻這個人他講的內容 應該是說 沒有沒有沒有應該這樣講 大姐姐就是哈爾培 哈爾培是成熟的人格 他是先成熟之後才封 但是他的成熟的部分是試圖去 立志他的封 有點像是你先長大 可是你人才開始瘋掉 但是你瘋掉的時候 你之前你人生的成熟 只會去抑制你瘋掉的部分 這樣才對 應該這樣講 那 喔所以我們在那個裡面有看到一幅畫 就是巴風特摸著那個頭的那個人 就是艾莉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猜的也沒有錯 我們那時候有說他可能是艾莉子 對 就是 那他有講說 那張圖看起來長得像格羅蒂亞 可是應該是年輕的艾莉子 那然後根據這個小說來講 他可能許下了一個就是他 他想要更好的人生 所以 他就跟惡魔做了交易 那你在玩Harper的這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很多次 Elyse 你可以看到 成熟的 長大的 Elyse 是 有 有 好像 是 切成熟 放 燃了 那個房子裡面的那幾個事件 其實就是Elise的家裡的事件 那那一段的時候也是Elise已經長大了 所以他這邊講說他曾經交換了名字 就是在猜測說他把Glodia賣給了惡魔 他把Glodia賣給了巴風特來換取他們家人的有錢 因為他有說中間那一段來講的話 他們家是很有錢的 那麼大的房子就是其實很有錢的 那為什麼會去換? 所以他把女兒賣掉賣給惡魔來讓家裡變得有錢 但是即使說 但是即使他們有錢他們過的其實也不是很快樂 他說那個照片裡面不是說他們臉都苦苦的嗎? 然後說 在那個醫療報告有說到Glodia的家人都死了 我剛剛不是有講嗎? Glodia的那個Family是Deseased 是全部死的 除了Glodia為什麼? 他說這個有一個解釋是可以解釋成 那個 女主角的多重人格 因為Elyse把她的女兒給賣掉 那換取她家族的富有 但是當這個 但是當這個惡魔巴風特 回來要去找Glodia的時候 那她媽媽拒絕了 那可能這個惡魔就開始去詛咒Glodia 對 他說你回想看看其中有一張照片 因為Glodia是有露出惡魔般的笑容 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 她有多重人格的關係 可能是惡魔詛咒她讓她有多重人格 那接下來這個惡魔也詛咒了其他的人 那讓她的媽媽就是說 讓她媽媽的身體狀況不好 然後讓Elyse的雙胞胎兄弟 叫做Henry Sings you made a deal for a demon Coin to my cylinder There's a secret 喔 就是說我跟媽媽所分享的一個秘密 Merry great my dear sister The father's third major Probably died of grief But at least disappear 所以Elyse後來還是消失掉了 打正就講說他們家人其他也都被詛咒了 那所以為什麼Glodia活著呢 Glodia就跟她的媽媽一樣 她把某個人賣給了那個巴風特 那個人就是莉姐 在她其中的一個人格 喔這個其實我倒是沒想到 她說為什麼Glodia明明 明明惡魔後來回來找他們要 可是Glodia沒有活其他人死了 因為Glodia把她的一個人格 把她的一個人格就是莉姐 賣給了那個巴風特 所以莉姐為什麼會說 你就像你媽一樣 就代表說她背叛她 可是你自己明明前一段 可是不對啊 你前一段這個作者自己 他這篇文章的人明明就說 是因為詛咒才有多重人格的啊 那好啦可能事後賣啦 先有多重人格 然後我再負當利息 好啦可以接受啦 那 那 所以說啊這個Glodia 就用這個方式去欺騙過了惡魔 對 那 那 惡魔後來發現她被搞了之後 所以她為了要報復 她就把這個Glodia 帶進了這個惡夢裡面 就是我們這一整段的遊戲 然後讓她失去她的名字 啊 因為 因為 因為這個名字本來就是 應該是她媽媽要賣給惡魔 可是後來沒有實現的 這就是為什麼莉潔一直很想殺了她 為什麼會是那麼討厭Glodia 對 然後跟 Harpet跟弗雷塔的對 對應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 我要解釋一下這遊戲中每一個角色 弗雷塔跟Harpet是想把Glodia留在他們那一邊 為什麼呢 因為Glodia有這個化妝鏡 這個化妝鏡代表的是說 因為化妝鏡可以照應出某個人 那 這個人啊 是可以成功去保護Glodia的 你擁有 就是 因為 如果說誰能夠 擁有Glodia 就擁有了這個 這個 這個化妝鏡 所以說Glodia可以認得她自己的人格 所以她就可以陪在他們身邊了 Porsening裡面 In the end Flyness Harpet 喔所以說在Glodia有一個結局是她得到了 然後在Harpet催眠的那個結局 就是她催眠了Glodia陪在她的身邊 所以 所以這樣子她就可以 對 化妝鏡就是主人格 就是你擁有化妝鏡之後 就有主人格 就不用跟其他人格分了 那 立傑就像另外兩個人 但是因為Glodia把她賣給了那個 巴風特 所以 她在受苦 你會發現說 在這個馬戲團裡面 立傑跟她的受苦 同時 立傑也是唯一一個 她是 立傑是唯一一個 在那個巴風特世界裡面的人 她才是真正被賣掉的 應該不見得說 逃出惡魔的掌握 應該說 你會想要跟主人格在一起 因為你沒有跟主人格在一起 就代表你隨時都有可能會消失啊 你有主人格你就一定不會消失了 所以其他人來講 and each girl are encounter between them but it seems to know each other 就是 她有說 立傑是因為太討厭她 理論上立傑應該也是要把她留下來 但是立傑因為是被她背叛 所以她簡單講就是說 我寧可跟你同歸於盡 我也不要跟你在一起 應該是立傑這樣講 所以她自己說啊 所以作者 這篇文章也想啦 我講了這麼多 只大概講了20%而已 對 所以簡單來講 像我們20%故事來說 當她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Elyse 賣掉了她的女兒 Glodia給惡魔 換取了比較好的生活 那 她的願望成真了 但是當Glodia出生的時候 惡魔回來要拿走她 但是Elyse拒絕了 所以說這個惡魔 就開始詛咒這一家人 恐怕Glodia的多重人格 也是從這個惡魔詛咒中所誕生的吧 那麼這些家人的家人中 全部都死於這個詛咒 除了Glodia之外 因為啊 她騙過了那個巴風特 因為她把這個 自己的其中一個人格 立傑賣給了那個巴風特 但是因為啊 這個巴風特被騙了 她就把Glodia拖進了一個生成的惡夢裡面 她就不斷的重複了那些場景 她會遇到弗雷塔、哈爾佩跟立傑 就是她的多重人格 最後 她不需要幫助他們 或者是她接受了他們 就是根據你的結局來講 她 繼續 就是直到她認可他們為止 她都不會醒來 對 那 唯一的例外 就是說 Angel是這個巴風特所製造出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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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看喔 那巴風特根本是個廢物 各種被騙啊 那巴風特根本智能有問題啊 不是 你被騙你就老老認輸啊 被騙了還要回來輸錢 這就好像人家給你假套一樣 你高高興興的收下 回去發現 幹是假的 然後人家回來跟人家要回來 這不太對吧 那巴風特智能有問題啊 好吧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各個結局的解析好了 如果你成功拯救了所有的人格 包含Raglia 那Glodia 就會從他的噩夢中醒來 因為他想起了真實 這代表他 勝過了惡魔 那 如果你輸給了 這些女孩們 那這個巴風特就會成功的 搞定你 那 搞不好會把你殺掉 就是那個最全死的一個 跟卡龍一樣 卡龍表示 如果你得到了白金這個結局 代表你成功的拯救了其他的人格 但是失敗了其中一個 這個白金的結局代表著 Glodia在欺騙他自己 因為在白金 是他重新創造出來的一個新人格 白金 所以他根本不用醒來 他就會持續被他自己 就是 被他自己 拯救人格應該說是 就是我把人格接受 我可以接納自己的多重人格 這樣子 所以白金等於是他又創出 欸這個結局解釋到蠻好的 白金就是我 我因為不肯接受 所以我再創造一個新人格 再把你收進來這樣子 對 所以白金等於 就是有點我不想面對現實 所以我 又為了要逃 逃避 所以再做一個新人格 嘖 可是喔 可是 可是我還是要說 你不覺得他這些分析 跟我們剛剛其實分析 其實也半斤八兩嗎 多重人格 惡魔做交易 然後媽媽把女兒賣掉 但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 他這個解釋 其實還是有點 嘖 有點硬拗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覺得好像合理 可是這個是有很 這個腦補太嚴重了 就是腦補到你覺得OK 可是 唉 嘖 你們大概懂我的意思啊 你們懂我的意思啊 就是說 合理歸合理 但是這是腦補出來的合理 不是故事真的合理 為什麼要拯救人格 應該不是說拯救 應該是說 如果你要醒來的話 你必須要能夠接受你的人格 不然你就沒有 沒有辦法醒來 不是 我是覺得其實我們分析也差不多啊 其實 其實我們剛剛 因為惡魔不爽啊 因為惡魔被錶啊 因為惡魔原本的計畫 是要拿走格羅迪亞 可是格羅迪亞 就是賣掉他自己的人格給他 簡單來講就是 你今天來跟我說 我欠你100萬 你今天來跟我要 我還你100萬 可是我還你100萬是假鈔 你會不會不爽 你當下錢收了 你走了 你會不會回來找我 如果您不會的話 麻煩跟我講一下您的電話 跟地址 我明天馬上跟您借100萬 兩天後還你 好不好 對不對 畢節被賣給惡魔 其實這個是稍微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啦 我沒有是這樣想到啦 但是其實也沒錯啦 對啊 鞋子喔 鞋子 OK 你們講第一個結局那邊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第一個結局 跟第二個結局 是 不同的 這樣講這樣講好了 第一個結局跟第二個結局 是時間先後 第一個結局告訴了你說 比如說女主角叫做Glodia 然後他們家那個時候 那時候她回去的時候 是不是你發現那個房子其實不大 而且也不有錢 所以 她媽媽把Glodia賣給她 理論上我覺得應該是在第一個結局之後 可是這個其實跟這個作者寫的有衝突 這個 這個應該不是作者 這個文章 這個文章寫的是先賣 然後生了之後來拿不給 但是我覺得說 我自己的分析是 第一個結局 第三 應該說第三個結局 就是 小朋友的那個結局 是代表說小朋友解到了紅鞋 那時候他們家還很窮 因為你看那個房子 他們也不是很大嘛 靠那房子到底算大還是不大 我覺得那是小木屋 我覺得不大啦 可是他們還有花園耶 靠 有花園也有小木屋 這樣那房子到底算不算豪華 靠好微妙 我反正想說那個房子不大 所以她媽媽賣她女兒 是在那件事情之後 她那個鞋子只是要告訴你說 因為格羅迪亞後來穿紅鞋 那是格羅迪亞的鞋子 然後之後就發生了有的沒的 那她成功醒來 就是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精神病 就是在醫院裡面醒來 是這樣子 靠 可是我在想她那個房子 到底算有錢還是不有錢 那小木屋是很小 可是院子看起來很大 靠 到底是有還是不好 對啊 所以 所以的話 那我的解釋 其實是去度假 太囂張了 太混蛋了 可是那是小紅鞋 那是後來大紅鞋 這個就不知道 其實你們講說鞋子是惡魔詛咒的道具 也有可能 這個其實很有可能 這樣其實講的還蠻 還蠻算合理的 但是這都不知道啊 你們講說鞋子是拿來詛咒的 也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 我不能接觸 我比較懷疑的是 她這個第三結局 特地講到她小時候 其實 沒什麼意義啦 應該說其實她故事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中間就要自己編了 這個沒有辦法 你看連她們寫出來的都沒有啊 我們看一下喔 你這篇寫的什麼 Personality 那一段 她是十五次婚 她是年輕的 回音結束 她是年輕的 不是啊 可是這個解是更爛啊 來來來我看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 PPS解 解 那個 那個 她貼的那個網址 Wiki 然後我給你看一下 她 她 解釋的那個 那個 最後的那一句 她說 在那個 小時候的結局裡面 Little Goody Two Shoes 代表說 Gloody啊 找到了兩雙小鞋子 在她小時候 啊 就是相去呼應說 啊 這個遊戲裡面的第一個圖書館的某一個日系 啊 就是一樣的名字 那這個結局呢 代表著說她可能跑到了另外一條世界線 她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江教育在精神病院醒來的 幹 這個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媽世界線 你以為你今天是怎樣 呼呼應叫我馬喔 不行 這我不能接受 那狗屁世界線 打不停去找世界線 這種東西 這我不能接受 這結局我不能接受 那世界線我把他掐死 我馬上飛機票把他掐死 我知道我知道 那個也是腦補的我知道 但是這個腦補法太扯了 我覺得我剛剛那個還補的比較好 我覺得我剛剛那個還補的比較好 看一下喔 他有說到那個黎明的結局 就是那個精神病院結局 他是被解析出來 這是他們才看得懂啦 因為那個剪線我看不懂 他是寫說他被診斷出有 有瘋狂行為 精神性 然後精神病 然後 就是多重人格的問題 然後他是在19世紀的澳洲 他在1878年住院 那他的病人編號是1343 他在房間724 他的生日是1862年 6月16號 代表在結局的時候 他是16歲 對 他的全名叫做 Gladia the Hellagic 對 而這也沒解釋什麼啦 這個其實 就差不多這樣啊 差不多啦 我覺得 跟我們玩完其實 其實我覺得我們玩完也差不多 對了八九成 跟他們分析的其實八九成也差不多 只是我們沒有刻意去 用一個故事線把它連起來 但是我們分開來的每個點 其實解釋跟他幾乎 你不覺得跟他們幾乎是一樣的嗎 好看一下喔 好看一下喔 CG房在哪 其實差不多啦 我覺得 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意外啦 真的 因為其實你這種三個人格 然後那種東西 看起來就像多重人格啊 應該說你這個東西 一看就覺得是多重人格好嗎 稍微有玩過遊戲的人 都會覺得這是多重人格 猴子都知道了 啪嘰 可能作者本身就是想這樣的方式去表達 讓你自己補完 那其實也可以 其實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 我沒有這麼喜歡這樣子的方式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看我youtube那一片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我講很多次 那片我真的覺得是這幾年最經典的一個作品 它不是恐怖遊戲 但真的很棒 那個機關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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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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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庫里那一片 那個機關城那一片 那一片的劇本我覺得才是真的超棒 那一片的劇本 棒是棒 它從 結局6一直到連結到結局1 你沒意外是從6玩到1 而且6玩到1 你會發現那一個一層一層撥下去 就真的超級漂亮 黑血我打死你 我告訴你 當然機關城不是沒有缺點啦 但是整體上來講 真的真的沒什麼話說 你說CG是不是 CG 大人欸 那是哪一張啊 這一張嗎 喔 有可能 有可能 就這個是媽媽是不是 嘖 有可能 因為確實遊戲中 很像最後一幕 對啊很像 很像三結局最後那個 CG有少 算了啦 我要 我要 有人知道怎麼修改VXS嗎 我看一下喔 修改RPG Maker VXS 我要來改 改南瓜 開劇情 我知道CG 沒有沒有 他CG是跟著你單獨的那個檔 他的CG是跟著你存的那個檔 他不是共通的 就是你這條結局的CG就拿這一條 你要收滿 你就要用同一個 同一個 同一個 同一個存檔一直玩 玩兩輪 玩三輪這樣子 才會收滿 玩三輪之允 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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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2X加1喔 BXS是不是也是2X加1 我試一下 Skyhill喔 沒有喔 Skyhill 等禮拜四之後我才跟你們講 禮拜四之後我才能告訴你們 現在我不能跟你們講 我的Game Master在哪裡啊 Gm9找到了 漂亮啦 Gm9就是棒 我看能不能改 不能改就算了 我看我叫幾顆南瓜 看不到 出去外面看 66 66X2加1是多少 66X2加1 133是不是 133 好 看能不能收到 3 1 4 4 5 41乘2加1多少 41乘2 82 82加1 83 还有这么多 再查一次 可以直接打乘2加1什么意思 16乘2加1 32 33 还有这么多数值 33还有这么多 很难找吧 我这样还有8个 8个改一改会爆吧 有没有观众可以帮我找一下 不然等我一下 我等一下找一下 好像没办法 好像不能改 好像不好改 有人找到了 它这是vxs可是它是vxs 我不知道vx的存档 可是它这不是vx喔 它好像是vxs的样子 我先下载看看 我也不会用这个啊 我先下载看看好了 我也不会用这个啊 有啦有播放清单啦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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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岁不在里面了 诶 我刚才不是开过了吗 我刚才不是开过了吗 不对啊 我刚才不是开过怎么又锁起来了 诶 老板 老板 老板我刚不是已经开了佛雷塔的吗 怎么又被锁起来了 诶老板你不是这样的哦 诶 我刚刚开的没错吧 我刚开了佛雷塔跟女主角的才剩16个啊 你阿嬷 不是我刚妹妹就 我妹妹就付钱了 我付钱了老板 我付钱了 老板我付钱了 我干你个香蕉 妈的我付钱了 可是女主角就留 留着啊 他又欺负我了 看一下格洛迪阿 马一进来就被捏 我带我副甲操 好 然后就这样 骗钱 嗯 那 那我试一下 如果我 我买那个 我先买买看好了 反正我独长进来有66个 可以开一个人的 对不对 对 65个 我记得开一个人 是25加40 所以我可以把女主角那个打开 我是说我把他的隐藏档案打开 我看一下 有什么这么重要的好了 可是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因为如果有什么重要的 人家都早就写出来了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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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不多要收了 但是我稍微看一下有什么 如果真的要分段买 可能我这边就之后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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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左手 左手开始玩FG 右手来玩Pocket Miro 对但是我差不多要收了 差不多要收了 现在看看我体力是不是爆了 我們打個中火好了 暴體了暴體了棍子 這裡面要打修煉場 欸不行 因為他VSS之後要數字改成變動式的了 阻擋之後就找不到了 我先稍微講一下好了 這一片我稍微快速做個結論 我覺得很吃玩家 我個人不會給予太高的評價 因為我覺得我對結局不滿意 但是扣掉結局之外 我覺得其他都是上層之作 真的只是扣掉結局的解釋 我覺得 什麼 白金之星模式嗎 白金 4 40塊開鎖一個這個東西 40塊開鎖一個白金 然後下面打著一堆問號 你可以給我解釋一下怎麼一回事嗎 40塊 40個南瓜 開一個白金 然後裡面資訊全部是問號 你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怎麼一回事 可以給我解 解釋一下嗎 40個南瓜 開一個白金 你們全部是問號 全部是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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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理解那個惡魔為什麼會崩潰 我可以理解那個惡魔為什麼崩潰 我跟你講 我現在覺得巴風特喔 他做這些事情 他媽真的是合情又合理 你知道嗎 我覺得 巴風特 他做這些事情 一點都沒有錯 這一家人 太過分了 這一家人 太過分了 這一家人就是標準的 我跟他們如果說 欸不好意思啊 格洛迪亞還是 艾利斯小姐 我可以跟你們借杯水嗎 喔沒有問題啊來 先生請喝 然後喝完之後 欸先生不好意思啊 那邊水40萬了 蛤 你開什麼玩笑 我不付 喔不付喔沒關係啊 那邊水我們下了一個毒 解藥酒這邊有 不付大概五分鐘後 您就會死在地上了 那不要付隨便你 順便我家還有一台ATM機 您可以在這邊領錢 不然我們也收支票喔 嗯嗯 我真的覺得這絕對沒有錯 巴風特你沒有做錯 你做得真的太好了 你應該繼續把他關在惡夢裡面 你讓他出來 根本是坑世界上人們的南瓜壁 那南瓜是很難賺的 你動不動出來 就坑人家40個南瓜 然後跟人家一堆問問問號的東西 真的太過分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這家人 這家人真的太過分了 這家人太過分了 這真的沒道理 這真的沒道理 他氣死我了 氣死我 真的氣死我 唉 好啦 那 結論來說 這一篇其實我覺得 大家也看得出來啦 音樂 美術 然後關卡設計 其實都是上層之作 只差那個結局 真的只差結局 有點可惜 這真的是有一點點可惜 對 好吧 那也沒辦法啊 可惜歸可惜啊 就是這樣啊 好吧 好啦 那差不多 今天 就這樣吧